蜜蜜 大家好我是奈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棉梯 你可以看到我手上的 這一件棉梯 一般我們棉梯穿久的時候 這個領子 因為它是車 棉子的螺紋 所以它有時候會很容易 就是變形 它會很容易波浪形 然後你又沒有去整趟 還有一點就是它洗酒之後 尤其是這個有折痕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會破掉 這樣子啊 所以萬一如果說你的領子 比如說呃成波浪形 或者是破掉的時候 但是你的衣服本 就是這件衣服本身其實是沒有 那個損壞掉的話 那 我現在就教你說你要怎麼去 就是重新接一個領子上去 對 好然後呢 如果你要接領子 重新接領子的話 你就直接剪刀拿起來 然後沿著這個領子旁邊這個縫份 然後給它剪 剪下去就是把領子剪下來 就像這樣 像我這一件衣服 好你可以看到我手上的這一件衣服 好這其實是我剛才剪 剛才剪的因為這件衣服 是我要修改的 那我剛好要接領子 所以我想說我順便來講 好那你可以放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領子 領子已經被我剪下來 對然後但是這 肩膀這一邊呢 肩膀這一邊我沒有 就是沒有給他結合起來 對因為我等一下會跟你講說 一般成衣他們在車這種領子的話 應該怎麼講 滾邊的領子他們會怎麼車 對 好那我現在要來車我的領子 但是我今天要示範車的領子 是沒有要接螺紋 而是我是要車滾邊 那一般有車滾邊就是怎麼講 就是你需要一個工具 然後才能夠去車你的滾邊 對但是我今天不需要那個工具 我就可以車滾邊 登登 因為我買了一個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包邊的那個送頂帶 那你可以看到 他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中心線 對呀等一下我測的時候 就是把我的布放 放在這個中心線上 然後直接這樣子 對著這樣子車就可以了 好那首先呢 那我剛剛不是講 一般成衣場他們的滾邊是怎麼車 他們會先把肩膀先接合一邊 但是另外一邊呢 沒有啊 另外一邊先不接合 然後呢就會從這邊還沒有接合的肩膀 這裡開始滾邊車縫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我的 把我的滾邊 包住我的布 然後呢 大概要車在哪裡 盡量車線 盡量車線是要車在 邊緣處 比較邊邊的地方 對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可以 起身的時候可以先不用 不用倒針 對 因為等一下那個地方我們還要接耳 所以還沒有關係 然後我在車這個領子的時候 通常有 通常我的布不會去拉它 我唯一會拉的是我的滾邊 然後如果是有弧度的 像那個領子啊 前面不是都會有弧度嗎 就是它前面是這樣 然後就是前面有弧度的地方 我會那個滾邊條稍微拉一下 拉一下只是要讓它那個 就是怎麼講 衣服穿起來的時候 它那個領子 領子處可以貼合我的那個 皮膚這樣子 貼合我的身體 對 就是看起來不要那個鬆鬆的 然後又站起來這樣子 對 那如果你覺得不好車的人 你可以車 就是車一小時 然後再把刀斷 然後控制你的布這樣 好 我現在還沒有到我的轉彎處 差不多要到我轉彎處的時候 我的滾邊 我不會拉我的布 對 我唯一會拉的是我的滾邊 我用我的滾邊去 控制我的領子 領子 不要讓它那麼的 不要讓它 就是 怎麼講 那應該怎麼講 就是比較貼合你的身體 這樣子 不要鬆鬆的這樣 好 然後我的 因為它 我買的這個啊 中間 它中間有一條線 所以我就把我的布 對齊中心線 然後就是把它折下來 按照那個折痕 把我的滾邊折下來 好 這裡是轉 轉到處 我會稍微拉一下滾邊這樣 好 好 看一下背面它就是長這樣子 對 就是說 那個 你只要照著它的 中心線走的話呢 就是你的滾邊 上下一定都會 車的到這樣子 這樣你就是 變成說你不用再去 額外買什麼工具啊 然後 重點是你買的那個工具啊 它又不一定說 你那個 怎麼講 上下的那個滾邊一定會 車的到這樣子 對 因為 因為我也有買過 那個工具 可是後來我發現 好像還是我買的這個 有中心線的那個滾邊條 比較好用 好 那我現在前面的裡 你已經抽好了 現在準備來進行我後面的地方 那後面的地方就還好 因為 後面的地方有弧度的話 比較少 好 那我已經快測到尾巴的地方了 測到尾巴的地方也不用倒針了 就讓它這樣出去就好了 剛失誤居然 居然沒有Q 好 吃好你就把你的 骨邊條拿去旁邊放著 剛這裡失誤 剛出來的時候太心急了 居然沒扯到 好 撤好之後呢 就該剪的線頭呢 把它剪一剪 好 好之後我們把布 翻回正面 這邊是我的後面 然後 我的正面 一樣 正面對正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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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面對正面 然後我準備要把另外一邊的 肩膀也給它結合起來 好 那記得 兩邊的滾邊條 讓它對齊 對不要一高一滴 這樣實在是不太好看 這樣 對齊好之後 直接把它結合起來就好了 好 好 車好 把我的布 翻到背面 欸 正面 不是背面 正面 來看一下 它車好就是長這樣子 好 你只把它包好之後 它就會是長這樣子 對 然後你會覺得它好像有點 前面裡頭好像有點稍微站起來 對 等一下我去運動 然後再去把它整趟一下的話 那它就會自然像這樣 這樣子比較薄 薄了起來 這樣子 對 然後我看一下 好 這邊我往前也太翹了一點 好 然後還有就是 你滾邊結合的時候 一定要兩邊那個 滾邊讓它對齊 這樣會比較好看 你不要像這樣子 我之前有看過有一種滾邊 你再給它結合是這樣子 就差還蠻多 然後 你放到正面看的話 它大概是 是這樣子 就差蠻多的 對 這樣子其實不好看 你會看到其實我 像我這樣子 差一點點 其實看起來也是不好看這樣 所以如果你可以讓它對齊的話 就是盡量讓它對齊 好 對 這是比較簡單的那個 那個 靈圍 然後滾邊的做法 就是你肩膀 你肩膀這裡可以先拆一小段 你肩膀這裡可以先拆一小段 然後像我這樣子 從這裡 然後 從這裡 然後開始 車縫一圈回來 然後最後這邊 這邊 再把它做結合 那這樣子你的靈子的滾邊 就這樣子結合好了 對 這是 這是成衣他們比較簡單的做法 如果是定做的話 就 就不是這樣子做了 對 好 那靈子的滾邊 就到這裡結束了 真的 … 是